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超过七成的民众赞同强化沟通咨询及国安审查 认为有助于提高协商的公开透明及公众参与 这个是你们觉得对强化沟通是有利的 另外呢你们有提到说觉得国会花两百四天以上 大家都觉得延宕太久了 那么损计民众的权益 这个呢有69.1%会影响民众权益 62.2%会觉得耗时过长 另外你们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说42.5%的民众支持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不支持的是40.1% 你们觉得这个支持服务贸易协议的这个民众啊 多了两% 这就是你们整个公布民调的一个重点 那我要跟你请教 你们这份民调做的只有这三个数字吗 呃我们向来做的这个民调里面 有一部分是属于内部参考的资讯 那所以有一些定期公布 好或者是社会关系的 所以你们会把这份民调列为这份花了 三十一万五千块委托政治大学 在3月9号到3月13号 呃然后 呃这个4月9号到4月13号 5月1号公布的这份民调 会列为密 机密是因为里面有一部分的数字是内部参考的 是 什么样的数字你们会列为内部参考 就是呃我们觉得只是作为内部 呃政策呃评估阶段的一些资讯 你们做这已经听不完啊 没有我们 你们在你们在 你们在这个整个福茂已经进行结束 你们现在进行的是在立法院 该不该进行福茂的审查 你们要透过什么样的程序 对不对没有错吧 没有问题是我们随时要因应说 好那我能不能请教 是 你们在5月1号公布的这个民调 同时不公布的 包括一个数字 你问民众说你赞不赞成学生的诉求 退回福茂 赞成的 十六十二点九 反对学生诉求不赞成退回福茂的 是百分之二十三 这为什么不能公布 我们有一部分的这个民调数字 就是作为那一部分 因为这个对你们的诉求不利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们就不公布 流花了工厂去做民调 结果有一部分就盖住了 你们问大家说 你们问大家说 你赞不赞成学生诉求 我说我们的福茂协议 赞成的是六十二点九 不赞成的是二十三 所以你们不公布 第二个诉求我请教 我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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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问民众 做我们这个福茂监督条例 跟福茂利 你觉得 应该的这些法例怎么进行比较好 那你们的讲法 法中的讲法是 并行 就是监督条例跟福茂一起审查 结果赞成的是百分之十六 不赞成的 所谓要先立法再审查的 是百分之二十八 然后呢 比例最高的是什么 是要用公投决定 用公投你们国外不要审查啦 我用 你也不要两岸监督条例 我用直接用公投来决定是百分之二十九 所以 你们所谓的你们政府的 从马总统到你王主委 到国民党党团 说的我们要并行的 要一手福茂协议监督条例 一手省福茂协议 一手省监督条例了 民调出来 你们入委会花了三十一万五千块 我们的公帑 民调做出来只有十六%的民意支持 好 你们选择公共 为什么 因为对你们的主张不利 我们过去就对我们主张有 然后 然后 你会说 那到底你觉得 福茂如果 这样延宕或者不签或者退回 对我们去参加 跟其他的国际协议会不会有影响的 认为会有影响的 就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你们主张这边的 三十八很高 但是认为没有影响的 四十六更高 这个里面也选择不公布啊 你们把这样的一个民调 列为机密 是因为你们怕被看到说你们选择不公布的 都是对你们主张不利的 你们花了公帑 选择性的把民调数字作为宣传工具 所以 无怪乎 你们不敢公布 好我们现在请经济部 左市长一起上来 那个 左市长 经济部列为秘密 服务协议在2011年3月14日 由政府授权海基会谈判 2013年6月21日 由两会出面在上海签订 在你们决定要开始谈判的时候 经济部就委托中华经济研究院进行 两岸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策略分析 在2011年就进行了 中华经济研究院由史惠泽主持 你们花了153万 有没有这个研究报告 有 你们有没有公布 你们已经在 这是在协议谈判之前 提供给你们做 产业分析跟策略参考 当协议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冲突 社会对黑箱不冒充满质疑的时候 你们在谈判签订之前做了这份研究 其实你们总共有三份 还有两份是商业研究院 你们总共略为密审不公布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这份报告 在2012年在签订的一年之前 五月做了期末报告 这里面指出 福茂协议签订的话 对我国的产业有利有利 你们不敢公布的是不利的那个部分 这里面的分析只有针对业界 不包括劳工 不包括小商家 针对的是我们讲的企业界 有一定规模的产业 小商家跟劳工 这个不利啊我们早就知道了 可对产业界他提出三点 有可能有三个威胁 他说有可能关键技术外游 他说有可能要面临更强的市场激测 他说有可能企业丧失经营权 这不就是你福茂协议签订之后 外界不断质疑的吗 其实在你们签订之前 中华经济研究院史惠茨 主持的这个研究报告 就已经指出这三大疑虑 是对我们的负面影响 对我们策略 我们的产业有可能会造成冲击 我再次讲 关键技术外游 面临更强的市场竞争 这个更强市场竞争是指中国 中国的产业 会对我们带来更强的市场竞争 企业有可能会上市经营 我们接下来 要请入委会王主委再上 我们知道 福茂协议签订之后 外界有一个疑虑集中在电信跟网路 今年 今年的4月7号 国安局 有提交一份评估 给经济部 入委会 跟NCC 指出福茂对中国 我们对中国所开放的 纯转网路服务 纯取网路服务 跟数据交换通信服务这三项 就是我们常在讲的 这个要用三项去换四大 这三项 他说的确 有可能会发生 两大危险 第一个 经由机房外包 这个是我们要为外的 造成资料外协 第二 这个二类电信的适用范围 因为日后也很有可能会再扩大 国安局的这个评估 就完全推翻了 包括你们 包括经济部 常常说明过这个问题 这是在4月7号 就在上个月做的 上个月 4月8号 更可怕的 提交给交通部的 对港部服务业 就是港口开放 开放港部服务的风险 的风险评估 提出了五大危险 开放港部服务的风险 第一 危及港部业者生存 我这个用词啊 绝对没有夸张 危及我们港部业者的生存 我们自己国家的 第二 国防安全受到威胁 这个用词可怕嘛 第三 以商为政影响政策 哎 这不是民进党讲的 这是国安局给交通部的报告啊 以商为政影响政策 第四 商业机密 轻易外形 第五 外籍航商必受损 可不可怕 更可怕的是 这些你们通通列为机密 从民调到政府内部提出了警示 到你们在签订协议之前 你们自己委托学术机关 花了一百多万 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你们签订协议还在谈判的时候 协议行程一年前就提出警告了 我们都知道 这种贸易协议一定有得有失 但是我要指引的是 政府永远是选择性的揭露资讯 这些报告 你们什么时候 我们开了那么多次公听会 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 这些报告 外界那么多质疑 你们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 现在我们成立教育小组 你们通通列为密等 我们连抄都不能抄耶 密等的意思是说我在这边 谈这个内容也不可以 你要起诉我是不是的意思 你们列为密等的理由 我这样子讲 觉得 列为机密有道理吗 你们在谈判之前做谈判策略 那是有可能的道理 可是谈判结束了 已经签订了 你们把事前的评估也列为机密 你们如果把对我有利的列为机密 怕我们对方知道也就算了 但我们不立的也列为机密 你发布民意调查的数字 通通选择 对政府主张有利的 这是不正确 怎么不正确 你这个三个 我刚才讲这三个数字 你如果让我说明的话 你请说 有一次的内政委员会 要求入委会 将一些没有公布的民调 将资讯提供的内政委员会 在前面的会期 曾经有一次这样 我们那次就提供了非常多 入委会内部参考用的资讯 那这一个民调数字 为什么列为机密 因为每一次本来就会有 所以你们公布的时候 就公布选择选择选择有利的吧 那你们不是有用不公布吗 除了一个理由 还有什么理由吗 你们怕大家知道说 大家都支持生意法在审 大家都支持要错为不冒协议 当然不是这个因素 你们用心可诛 你们就是黑箱 除了黑箱之外 没有第二个字的 谢谢